35岁的美国歌手小甜甜布兰尼出道18年了 今年在亚洲他展开了巡演 之前已经公布了包括日本 包括了菲律宾 而现在传出有可能来台湾开唱 主办单位粉丝团发布了图片暗示 布兰尼将来台巡演 时间可能在6月中 这是在确认的 不过他7月计划去以色列开唱 当天传出了跟选举撞起 为了他选举顺眼了 18年前一出道就红遍全球的 美国歌手小甜甜布兰尼 群演开过好几百场 却始终没来过台湾 终于 主办单位在粉丝团 PO出一张照片还写着 Oops配上污嘴表型符号 还标记布兰尼要怎样 还不快跪下 而布兰尼的粉丝团 随后也发出官方讯息 证实了布兰尼将来台湾开唱 小编还说要先大哭30分钟 其实从出道以来 布兰尼唱红不少西洋歌曲 虽然才35岁 但不论销量还是人气 都在全球有一定地位 而这回有机会来台湾开唱 似乎和先前宣布的六月 将展开亚洲巡演 先是在日本东京大阪之后 又会转战菲律宾 接着去香港 当时就有在猜会来台湾开唱 时间预定在六月中 场地传出是在南港展览馆 到时舞台格局和歌曲名单 将会如何呈现 想必都让粉丝引颈期盼 TVB的新闻客战中 郑宇翔特别报道 谢谢收看 咱们续继续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